今天是我最後一天留在潮州 大概是六點鐘左右 我就會乘高鐵回香港 所以今天的行程很急 我們昨晚吃沙鍋粥的地方 在日口是一個市集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早上那邊有什麼吃 今天我又假裝地道潮州人 先吃一個好地道的潮山早餐 潮山的早餐 除了有之前所說的腸粉、果汁之外 在現在還有很多潮州人會吃的早餐 就是這碗甜豆漿加蛋 這個又是很經典又便宜的潮山美食 只不過是把豆漿或者牛奶煮東西 然後再加少許糖和打隻蛋 那就已經是不少潮山人心目中 包括我的童年回憶 因為這碗是新鮮漬磨出來的豆漿 所以喝下去會有多濃的豆味 雖然它加了糖進去 但絕對不是甜的 只是有少許甜味在裡面 吃的時候就一定要加一隻蛋進去 整體的味道就會更加濃 但就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碗豆漿是通便神器 如果之後要去一些很遠的地方玩 需要坐很久的車的話 喝之前就一定要三絲 在潮州除了牛丸和牛肉是沒得輸之外 用魚做出來的製成品 同樣都不能錯過 這間魚餃店正正就是用新鮮的魚來做材料 還要是全人手做出炸雲吞、魚面、魚刷和魚餃 這些很地道的潮州食物 據姐姐所說 他們每早7時開始 就將這些魚餡或魚餡 逐一逐一包每款製成品出來 而這裡賣的食物價錢也不算太貴 當然 如果你想一次過吃齊所有食物的話 也可以像我那樣叫一碗三拼或五拼的全家福 它裏面已經有齊魚餃、魚丸和魚刷在裏面 慣例當然是先試一口湯 老實 這碗湯雖然聲稱用魚咬出來 但喝下去的魚味真的不多覺 咸得來喝完之後還有一點頸殼 相信它應該有不少的味精在裏面 但是裏面的材料真的吃得出是非常新鮮 這些魚丸咬下去亂得來還是很彈 它裏面的汁水亦非常多 真真正正吃得出有魚味在裏面 而魚刷和魚餃的外皮在咬的時候 亦很有咬口但絕對不是厚的一隻 味道跟魚丸一樣 都是有很新鮮的魚味在裏面 再加上必有的紫菜 這個組合就可以說是無敵 這間魚餃店做得上是值得一試 但如果湯頭是魚的白湯的話 抵食指數就肯定會更高 吃小鸡翼當然要找一個靜點的地方吃 因為隨時鸡翼會吃到唱歌 這個鸡翼就是腐乳鸡翼 腐乳不是白色那些 是紅色的腐乳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不要怕它是否不熟 雞炸出來的皮不是想像中那麼脆 但肉真的很滑 今天早餐我吃了熱豆漿 18克的魚餃和雞翼 其實三樣已經很飽 來到潮州吃這麼少當然不夠 還有我還有滷水未吃 先去試一下滷水 接著就來到這間有50年歷史的鵝肉店 其實潮州鵝肉可以概括分成潮安和溪口兩派 而潮安的風格就會貼近程海那邊 即是側重在鹹鮮尾 而這次試的溪口鵝肉就是玩香甜的Style 而這兩種口味我都曾經試過 說真的我兩樣都喜歡 哪一派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老得入味 如果你多人來的話 試一下老闆推介的六拼當然最好 但這次只有我一個人 唯有試一下普通鵝肝和鵝腥雙拼 剛才老闆說他們的特級粉肝還差少少才弄完 所以我這次吃的只是普通鵝肝禮 但說真的這些鵝肝除了粉嫩度差很少之外 基本上它和粉肝一樣都是入口即溶 那滷水味道就和預期一樣 整體上是微甜 但絕對不是甜爺爺的那種 是有種甘香味 滷水味非常濃 最重要是鵝肝吃下去完全沒有酥味 再配上一碗白粥就真的是一流 而鵝腸整體上是會比鵝肝淡了些 不過一樣是猜到的 因為鵝腸不能煮太久 所以才吃到現在這隻不會過硬 可以咬幾下就爛的鵝腸 而這些鵝腸吃下去很有質感 厚得來但又不用怕它很難消化 總括來說 如果你來到潮州 這間鵝肉店就一定要來 不過最好叫多幾個朋友 可以試鵝腸、鵝翼和鵝肉 可以吃 另一款來到潮州必吃的傳統小食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鵝腸 鵝腸其實就是用糯米粉做材料 但做到每粒都有鵝蛋這麼大的湯圓 而鵝腸的餡料 除了有芝麻花生這些比較大陸的餡料之外 還有今次我吃的胡泥餡也有 現在鵝腸除了有湯圓之外 還有少少銀耳腩、杏腩、蓮子和白果在裏面 雖然說潮州人吃東西比較清淡 但如果喝糖水的話 甜湯的味道相對上是會比香港人喝到的糖水甜 說真的有少少甜到流 所以當你吃一顆鵝腸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其實餡料又不是想像中那麼甜 但胡泥在潮州是屬於很甜的口味 可想而知甜湯有多甜 但這種甜湯我從小吃到大 反而我覺得沒什麼 但未試過的朋友就真的要來試一試 什麼瑞幸都算是潮州菜嗎? 當然不是 這杯咖啡如果在深圳排隊的話 好像聽聞要排1小時 在潮州排3分鐘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 那這杯是什麼? 這杯叫做醬油咖啡 即是茅台咖啡 之前有人說 那現在喝下去就 真的不覺得有什麼茅台味 酒味 就是有些奶油味 有些奶油味 或者你會說 你這次來潮州 好像沒有吃這個 牛肉火鍋 其實一個人來 如果真的吃一頓牛肉火鍋 或者吃過 牛肉火鍋 的話 基本上 以後 不要說以後 之後就真的不用再吃東西了 所以 這次不好意思 來潮州沒有吃這兩樣東西 但是有一樣東西 就一定要來試 你不要罵我 就可以了 現在就在前面 臨離開潮州之前 就試了潮州很出名的蝦生 本身我就想吃魚生 但是在潮州吃的是淡水魚生 並不是我們吃的三文魚泥 我就唯有轉吃現在的蝦生 在潮州吃的蝦生或者魚生 比較特別的是整個過程裡的儀式感都很強 因為在整個餐上齊了之後 除了有平時我們點開的芥末之外 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這碟拌了生油的沙茶醬 那還不止 這盤有紅椒、花生、芫荽、蒜片、洋蔥、菜譜和薑絲的配料 也是這個蝦生的配菜禮 而在這裡吃到的蝦生 用的蝦就跟我們平時吃的泰國生蝦一樣 估計吃過泰國生蝦的話 這個蝦生都應該夠膽吃 話說回來 我都未試過吃生菜點沙茶醬 那就試一下這個配搭 點了沙茶醬的蝦生 可能沙茶醬是做得比較稠 所以吃出來的口感是黏黏滑滑之中 又會吃到有少少膠的質感在裡面 而沙茶醬的鹹味 又的確可以帶起蝦的鮮味出來 而蝦吃起來都是新鮮 就不會有任何的雪藏味 咬下去的時候也很爽口大雅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吃慣日本魚生的關係 我個人就覺得 點沙茶醬始終不夠點芥末那麼好吃 以100元的價錢 只可以吃到12隻蝦生來算 在潮州來說也不算是很便宜 但一場來到 而這裡的食材也算是新鮮去算 我覺得也是值得一試 好 整個汕頭之旅終於完了 我現在就坐高鐵回香港 首先在這裡多謝三個人 第一就是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寶賀 沒有留意一下寶賀 沒有今天這麼好的天氣 跟我上次過來下大雨 真的差很遠 第二個要多謝的就是 我當然還在看你 而第三就是所有的潮州人 因為在這幾天他們真的幫了我很多 雖然我那些淡淡淡淡的潮州話 他們未必懂得聽 但是他們都盡量幫我 有時我走錯路 走西 去了東 他們都很樂意告訴我 所以價錢旁 真是價錢旁 好了 又是同一個問題 大家想不想我繼續來潮州再拍片呢 如果你不嫌這四集很滿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不想我繼續拍片 又或者想我下次去哪裏 或者是你的鄉下 或者是好寧 散美 都可以的 因為我那邊都有親戚在那裏 好了 真是多謝各位 四天的旅程終於完了 我現在要回香港了 再見 一會看看 可以為你避開 我就建立在街上 你會記得 各位